歡迎各位再回到全中印舉重比賽的現場直播 現在登場的是國南55公斤級的賽事 第一位上場的是高雄市振興國中馬明嘉 第一次試舉38公斤 第一次試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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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試舉成功 第一次試舉成功 三次志祕 這一次試舉成功 每年就非常對 我們還要再連續試舉第二次 所以中間的間隔時間稍微長一點 第二次試舉的重量將是42公斤 馬廷家現在已經站上舉重台了 這個重心太後面 所以整個槓鈴是往後摔了 失敗 我們歡迎台湾卡拉丁國中 武士昌校長 英寧 場上重量調整到了45公斤 現在上場的是 高雄是阿聯國家的 阿聯國中的黃國瑤 阿聯國中黃柏妖現在已經準備上來 現在已經準備上來 好 成功 吸兩 armed 後acial擴兵四號 贏東縣同的開位 非常鼎 Really 給你的貢 ver 是屏東訪寮高中國中部的楊育坤 第一次試舉重量45公斤 成功 5號 台南市獄警國中游勝人第四世紀預警部長 馬尼江警衛 剛才楊育坤這個抓舉的動作其實要跳得還蠻高的 接下來是台南獄警國中的游勝人 游勝人 好 成功 第二次試舉 第三次試舉 三號 高中學 正興國中 馬丁佳 金國上 楊育坤請預備 好 接下來是正興國中 馬丁佳要來進行第三次試舉 重量調整到45公斤 看他能不能 做一些突破 第一次試舉 三十八公斤是成功的 但是第二次嘗試四十二公斤 並沒能舉起來 現在第三次試舉 沒撐住 45公斤也沒有 辦法舉起來 那 馬丁佳的抓舉成績 三十八公斤 重量調整到48 上場的將是 楊育坤 他是來自屏東訪寮高中國中部的選手 楊育坤 成功 48公斤舉起來了 第三次舉 四十八公斤舉起來了 楊育坤請 楊育坤 楊育坤 重量調整到49 繼續往上加50公斤 調整到50公斤 要上來的是台北市南門國中 張家寶 南門國中 西湖 成功 東西 我 很 傳播 台北市南門國中的張家寶 舉起了50公斤 接下來是高雄市桃園國中的謝承昊 試舉重量50公斤 第一次上來 好 謝承昊的動作成功 接下來上場是黃柏瑤來做第二次試舉 來自高雄市的阿聯國中 試舉重量50公斤 好 黃柏瑤成功 廠商重量50公斤 今天要上來的是屏東 方寮高中國中部的楊育坤 這個試舉失敗 楊育坤的抓舉成績48公斤 現在上場的是獄錦國中的游順人 廠商重量51公斤 廠商重量是51公斤 這個試舉失敗 第三次試舉失敗 游順人 要調整兩分鐘 待會再上來做第三次的嘗試 紅柏瑤 都過去 有機會 那個 是 詞曲 李宗盛 长厂重量调整为53公斤 现在要上场的是台南市东源国中的黄洪志 好 成功 53公斤举起来了 继续要上来的是台南市 预警国中的游胜人 准备第三次试剧 重量是53公斤 很可惜这次试剧也失败 那游胜人的成绩停在45公斤 这次试剧 这是台东资本国中的莲子纹 莲子纹第一次上涨 55公斤 好 莲子纹第一次尝试成功 现在站上举重台的是台北市南门国中张家宝 张家宝第二次试剧 重量55公斤 好 55公斤成功 再来看到高雄的阿联过中黄博瑶 第三次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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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55公斤 重心没抓到 失败 那黄博瑶的抓紧成绩50公斤 那黄博瑶的抓紧成绩50公斤 重量调整56公斤 上场的选手是高雄是桃园国中的谢成浩 刚才大概第一次试剧 轻松举起50公斤 现在加了6公斤上去 好 很可惜 第五十六公斤失败 这段剧面第三次试剧 好 因为我都不接受到 请不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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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謝承昊剛剛要連續試舉 所以時間拖得長一點點 現在又把重量往上加 變成57公斤 要由台東資本國中的蓮子紋先上 57公斤的重量 顏值能撐起來 好57公斤成功 印象 Chrome 11遊戲 principalmente 充分 伯父 對 依靠 精神 一米 二米 你 要 一米 第二個 現在上場的是桃園國中謝承昊 重量調整到58公斤 很可惜這個重心太後面了 謝承昊三次試舉結束 他的成績50公斤 上場的是蓮子紋來自台東縣的資本國中 好 蓮子紋 蓮子紋 59公斤成功 他的抓舉成績59 來看到台中市東風國中的王靜輝 這是他的第一次嘗試 成功 成功 來自視習慣國中 第一領勝 進步場 好 一次請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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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重量60公斤是 台中市星光國中林漁勝 成功 林漁勝在七年輩的時候這個量級拿到了第二名 台南東元國中的黃洪志現在第二次上來 黃洪志第二次要嘗試60公斤 哇 重心跑到後面去了 是吧 第三次市民 八號在北市南南國中中隊外的前部長 黃洪志的請預備 國南55公斤級的抓舉 現在上場的是台北市南門國中的張傑 加寶 這個上來重心的整個太往後了 失敗 好 東元國中 黃洪志 第三次嘗試60公斤 衝住 衝住 好 重心抓到了 來 成功 好 黃洪志的成績60公斤 重量調到63公斤 台中市東風國中的王靖輝 紅洪志 黃洪志 crime 黃洪志 黃洪志 永遠 好 王敬輝63公斤 成功 現在 新光國中 台中市新光國中的林余勝 要來嘗試64公斤 這個量級還有兩位選手還沒上場 包括台中市中平國中的紀佛成 以及台南市大內國中的羅玄銘 羅玄銘是青年盃這個量級的冠軍 紀佛成在那個時候是排第三 現在看到這位林余勝呢 則是青年盃的第二名 他們又在 全中運的舉咒場上要來進行對決 好 林余勝64公斤 成功舉起 所以他到了全中運 第一次試舉目前田祭的中運 重量也就是75公斤 現在上來的是台中市中平國中的季博程 從65公斤開始 好 成功 重量表現 重量只有66公斤 重量調到66公斤是不太可能的 這一定還會再往上加 好 果然調到67公斤以上 那 就要讓 重量調到了67公斤 就是本天上升 重量調到67公斤 倒是不太可能的 做第三次的嘗試 失敗 王靖輝67公斤沒有舉起來 他在抓局這一項 成績是63公斤 場上剩下最後三位選手 場上剩下 可惜了 林宇勝 67公斤失敗 所以他的成績是 64公斤 好剩下就是羅學明跟 紀博成兩個人的對決了 70公斤是羅學明的 第一次試決 台南大內國中的羅學明 70公斤很輕鬆喔 9號 台中 中平國中紀博成 第二次試決 第二次試決 7號 他 10號 10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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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的70公斤,舉起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季伯承要連續上來兩次 間隔就會稍微拉長一點點 他還有一分鐘的時間,重量調整到72公斤 現在看到季伯承已經上來做準備了 第三次試舉季伯承 可惜他的重心沒抓到 72公斤失敗 那麼季伯承的成績就停在70公斤 場上重量調整到75公斤 就看最後一位選手 台南是大內國中的羅玄銘 這是羅玄銘的第二次試舉 第二次試舉失敗 兩分鐘之後 羅玄銘要來做第三次的嘗試 五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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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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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4月20号到25号在高雄举行 欢迎全国所有的好朋友来高雄 为选手加油打气 起点 从这里开始 无数次的反复练习只为过往的那一刻 运动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运动 大家好我是庄之渊 108年全中运在高雄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 这个中文字幕志愿者 土山高中是拿台灣舉重的基層訓練戰 學校不只提供宿舍給選手居住 也有企業贊助果實 培育出國內許多優秀的選手 在教練選手辛勤的苦練之下 一批又一批的養成 讓古山高中舉重隊逐漸被大家看見 古山高中的舉重隊 大概創意在民國82年的5月17號 那到了90年代以後 因為開始女子的舉重活動越來越興盛 而且以亞洲人的體型來講 在舉重比賽方面 尤其是女生 是非常具有先天條件上的優越的 所以我們學校主要開始培養的 還是以女生的舉重比手為主 目前我們古山高中舉重隊成立二十幾年以來 大概都是接受一些原住民比較多 那主要都是以護農族跟排環族這些的學生居多 目前以我們古山高中來講 大約有一半左右都是原住民的小朋友 那這些小朋友他們的體力啦 他們的身材各方面都非常的適合練舉重項目 在學校的學生全部統一六點半起床 那七點左右出早潮 每天的早上七點出早潮 大概四十分鐘五十分鐘再回來一起用餐 那學校這方面也蠻要求的 我們的學科從早上的八點十分上到下午的兩點十分 前面五堂課都是學科的部分 那術科的部分就從兩點十分開始下來訓練到下午的四點半 那一般的體育班的學生就是說 舉重隊的高中生 我們晚上一、三、五的晚上七點再訓練到晚上九點左右 那晚上整理啦打掃完之後 同一十點半就請 娃娃睡一半 你會誰 娃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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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 等一下會不會帶人把那個碗餐吃的都做出來 我能感到 OK 對後十秒 禮拜二 禮拜四的七點到八點 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来加强一些选手 这些运动员 举重运动员的运营会话 让他以后当国手或者是说到国外去比赛 能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能力去跟外国的选手交谈 古山高中提供了他们几乎24小时的照顾 不只是训练 还包括日常生活的起居 然后吃饭 饮食方面 那这么全方位的照顾 我们希望孩子们很专心的把自己的基本技能 还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这就是有123是6个人 有一个是大学姐 古山高中来讲 我们主要就是在生活管理啦 营养啦 还有后面的休息部分 还有他伤害防护这一块 我们在这边多很多的琢磨 住民小朋友他们到了我们学校来 最多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那几乎我们他在成长的阶段 尤其是国小毕业到高中或者是到大学 这个最黄金时期都是在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像他的父母亲也像他的朋友一样 我们里面放假都是一个月一次 然后有遇到比赛就是要等比完赛才会下一次 就像是爸爸吧 就像是爸爸 虽然在练习上很严格 但是私底下都还蛮照顾我们的 谢谢他这么辛苦的把我带起来 从我刚来的时候体重就是就风筋了 然后全上都是肥肉 没有像现在这么扎实 反正就非常感谢他 他这么辛苦把我带起来这样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 不会让教育失望 当初知道各个失点局重的 然后想说去试试看看 反正有兴趣 然后家里的环境也不是说很好 然后想说用这个项目去改善一下家庭 因为比赛得名都有一些奖金 然后刚好也可以去申请一些经费 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学费 有点我想是希望是能够去比奥运 为国贞观就这样 就是受伤的说法 只能看别人把重量往上下 可是自己却要在旁边调试自己 就是可能就是只能做轻重量 然后不能往上下 那种感觉很难受 就是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练 练将近快五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教练就是虽然 就是在我低潮的时候都会给我鼓励啊 然后就是一直陪伴我这样走下去 然后让我就是让我成绩就是从低潮 然后就慢慢恢复 一直到进步这样子 然后队员就是我希望 可以就是希望跟大家去一起在 明年全中运拿下很好的成绩 欢迎回到全中运 举重比赛场地 我们在高雄市的五三高中体育馆 为各位送上举重比赛的直播 目前进行的是国南55公斤 及平举的部分 现在上场的是高雄市振兴国中的马亭佳 长室重量45公斤 成功 马亭佳如果他要求重量没有超过50公斤的话 他就要自己连着上来三次 因为连续四局的关系 中运间隔就会拉得比较长 好 重量调到50 那么就有其他选择要先上来了 来看 平东方寮高中国中部的杨玉坤 重量50公斤 易争 corro 称柿 馬丁加第二次試舉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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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加第三次試舉要嘗試52公斤 馬丁加第三次試舉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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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四局马亭佳准备上台 高雄市振兴国中的马亭佳 第三次五十二公斤也成功举起 马亭佳的停举成绩就是五十二公斤 总计九十公斤 接着上场的是杨玉坤 杨玉坤好像还蛮急的 我们工作人员还没退 还没完全退出去 他就已经想要上来了 这个心态比较积极 来看看杨玉坤第二次四局五十五公斤 失败就是手肘的部分 手没有打直 两分钟之后杨玉坤要上来进行第三次的尝试 打直到区四局话 基本上就是就是不善选大 打直辉大 才能进行第三次的尝试 正当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屏東榜辣高中的楊玉坤上來進行第三次試舉重量55公斤 剛剛上局的那一段手沒有伸直喔 這次要稍微調整一下 失敗 那個手肘回正了一下就彎下去了 所以楊玉坤的成績平在平局50公斤總計98公斤 接下來要看阿聯國中的黃柏堯 黃柏堯第一次試舉重量60公斤 黃柏堯 這個上坡還差一點點往後走 還好撐住 這個裁判也看到了他手肘的動作 所以判定是失敗 8號 台北市的南部多州 專家榜第一次試舉重量 黃柏堯 請準備 黃柏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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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上場的是台北市南門國中的張家寶 第一次試舉60公斤 黃柏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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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是60公斤 高雄市阿聯國中的黃柏妖要再試一次 這是他第二次試局 好 黃柏妖四局60公斤 成功 重量增加到61公斤 要上場的是台南市獄警國中的遊順人 好 他上坡的動作還蠻順的 手肘沒頂住 果然被判定失敗 第二次連續試局 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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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之後來看遊勝人的第二次試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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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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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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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